OK,我们今天又邀请到Justin 我们今天又来看房了 这期看房视频我们会在下期播放 然后Justin今天还有一个神奇的故事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几天前 上个礼拜四刚从意大利 对,意大利回来 大家放心我经过核酸检测 打过两针疫苗 那边都喝了才放进来了 听说现在最新的意大利病毒 会通过网线传播 Justin没想到这么厉害 国际旅游的已经完全封闭的情况下 居然能出国旅游 其实国际旅游并没有说是那么复杂 那么难 因为很多国家包括像欧盟的话 他们是在有一定的程度 有条件的基础上面 对我们这些国家是开放的 如果你打过疫苗 然后在入境之前 把相关的手续全部都做好的话 其实是可以顺利入境的 就是说你去意大利和回来都没有隔离 是不是 都没有隔离 因为都完全符合条件 而且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 所以就不用隔离了 我去意大利的时候 意大利政府那边是只要求 就是fully vaccinated 然后当时我是准备好 在机场去做核酸检测了 但是意大利入境的时候 要求不用做核酸检测 在我去的时候 难怪意大利现在疫情 其实比大家太好 是吗 可能是一开始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一年前爆发的时候 意大利好像挺惨的 对那个时候确实很严重 可能是已经惨过了 意大利现在其实大家对于戴口罩 然后说各方面的注意 还是我觉得比加拿大做的很好 是吧 他们唯一一点做不了的就是social distancing 这个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做的 因为他们城市也小 然后人口也密集 如果说大家保持距离的话 这个社会就要停摆了 但他们在没有办法保持social distancing的情况下 都有佩戴口罩 并且像洗手那些的话 我觉得比这里反而做得要好一些 是吧 所以他们其实你看 按照人口基数和他那个检测率来看 新冠的比例反而比这么样低一些 对挺生气的 因为加拿大其实之所以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特别厉害 就是说特别厉害了 我的定义就是医院崩溃了 对没有特别厉害的原因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真的人和人的距离非常遥远 就是像我跟人接触的的机会 真的只有出去买买菜的时候才会有 是但是意大利的话 你不管说上街还好 就或者说是只要出门 你就会跟人有非常近的距离 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因为人口真的很密集 挺厉害 然后回来的时候 就从意大利入境加拿大的时候 是要求有这个核酸检测的 一个是在加拿大意大利离境之前 48小时之内要做一个核酸检测 然后你要Fully vaccinated 然后把所有的证明都准备好 然后到了加拿大的机场以后 它是会抽查做核酸检测的 那么我们抽查 对 那我们是有会抽到的 我们是有做了核酸检测 然后全部都是阴性 然后两针疫苗 就让我们给放行了 那这种情况的话就不用隔离 那是不是因为你是加拿大籍呢 所以说来这边会轻松一些 如果说你是欧盟国籍的 欧盟籍的 比如说意大利籍的 你还能来这边旅游 不用隔离吗 这样就要看你是从哪个国家出发了 就是现在情况是每个国家 对另外其他所有的国家出发 不同的国家要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相当相当复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去欧洲 只去了意大利而已 因为就怕说到第二个国家的话 他的要求会有变化 就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像我有个朋友 他是在我之后去的 他就是在登机前的几个小时 接到新闻 就是说意大利的路径要求改变了 要求在路径之前也做核酸检测 然后他是按照旧的法规去准备的 所以他就在蒙特利尔多停了两天 就为了做核酸检测 其实挺影响行程的 但是没办法 因为现在政策随时会变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去跨境旅行的话 一定要做好会被耽误的准备 而且准备一定要做得非常充分才可以 对 来说一下意大利建文 去年大家知道意大利简直就是欧洲之星了 基本上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意大利的报道特别多 然后后来虽然说被英国抢了公投 因为英国说什么要全民免疫 然后从那以后好像就没怎么听说过意大利 就是怎么回事 他那边是放弃治疗的还是控制住的 还是你觉得还行吗 其实在去年他们第一波疫情之后 意大利他们做的措施相比这边来说更严格 他们那边的封城 对的彻底的封城 就是你出门只能在指定范围里面去买东西 这样子 对 像我们这边你看我们其实除了去年三月份以外 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封城 对 然后他们在各方面的防护上面做的比这边更彻底 而且他们有个东西叫做Green Pass 就是绿码 他们也有手机奥尔码 对他们有手机奥尔码 就相当于国内健康码 那些老人不会用手机怎么打印出来 就打印出来一个QR Code的 你要进任何的封闭的公共场所 必须要出示绿码 就是你打过两针疫苗的 打过两针疫苗的 而且我发现基本上除了一些意大利的偏远的小乡村里面 可能执行的不是特别好 那像大城市的所有地方都有严格的执行这个要求 那看来这个疫苗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虽然说现在很多人传 我已经打过两针疫苗了 但虽然说很多人传这种就是阴谋论或者什么 反正就是觉得疫苗没什么用 对了 说到这个疫苗有没有用 的确现在大家讨论比较要多的是一个Delta变种 是 意大利Delta变种有没有现在 肯定有 这个数据上面的话我倒是不清楚 但我觉得就是 疫苗当这个东西肯定不是说100%有用的 这种疫苗不能说100%的保护你 对 但哪怕是有个50% 60%的 也也没有这个东西好 所以说意大利现在就已经不封城了 我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不是说因为打了疫苗 但确实他们那边的情况还算是比较稳定 就每日新增是稳定在5000左右 有没有说大的增幅 而且你想按照他们那个人口密度的话 如果放在加纳这边 那早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对 那你觉得就是说他那边人生活现在有什么影响 就是他们已经不封城了 就是除了有那个绿码 然后就是餐馆正常营业 完全正常 娱乐场所包括酒吧业店 也都可以 完全正常 而且意大利这个国家是完全 包括很多其他欧洲的国家 我相信是没有办法social distance的 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对 但是他们有这个绿码 而且是室内必须要佩戴口罩这个要求 就是严格执行的 OK OK 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个规定取消过 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做的不错的吧 大家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现在 对 不容易啊 真的 就是说我们从小就是听老师的话 听家长的话 对 对 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听话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对 但是就是这种欧美国家 就是他们从小就教育你要独立思维嘛 要自由 对 要自由嘛 就是他们让他们听话 就是哪怕是对他们好的 有哪怕有时候他们知道也是对他们好的 但他们还是很抗拒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觉得像意大利 没法说 我去那边我看到大多数人还是基本上是所有人吧 都是在很好的执行这个政府的要求 我感觉因为他们也是去年那一波以后 可能有点后怕了 确实的确实很严重 确实很严重 不见惯战不落 这个代价很沉重 对的确是不见惯战不落 你在你旅游期间 你看到基本上都是本地游客 有少量的美国游客 加拿大游客我还真没碰到过 可能真的是在压着什么 他们是不是很惊讶 哇 Asian No 因为我之前也去过几次欧洲 然后这次去给我的感觉 就是感觉自己像个猴子一样 被人到处给看 因为特别是到那些本身中国人就不多的小乡镇 或者说是偏远地区的话 他们可能真的是没见过多少中国人 就觉得还挺热情的 对我们也挺友好的 就特别像我们进个小饭店 那你会不会抓着你就拼命聊天 有这种情况 然后像我们俩有去乡下的小饭店里面吃饭 然后一旦发现一旦老头骑刷发那个头 又回过来看着就看着我们 包括像我们去购物的时候 因为我记得以前去像罗马巴黎的时候 那些百货商场 包括像LVR那些店里面 他们看到我们就很冷漠 因为就可能看我们穿点灰扑扑的 你看没什么钱那样子就不理我们 但这次去了以后 所有的店员都是围着你赚的 哇 因为没有中国人 好久没有人来买东西 因为没有中国人去 好可怜 包括加拿大也是 我挺惊讶的 就是班福啊 包括加拿大的一些著名景点 那些地方的酒店 今年我说 那肯定惨不忍睹 结果还订不到 包括什么房车油啊什么的 那更热门了 包括我们前面也说的 就是我这个Jesky 就是买这种就是什么越野车啊 买这种就是本地能玩 玩得起来的一些设备啊 这个游艇啊什么东西 都卖特别好 是 因为大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 对对对 而且包括像我去意大利的时候 不管是到罗马也好 纳布洛斯也好 甚至说更偏远一点 像马太拉 然后阿玛黑海安那些的 对 基本上酒店全部都是爆满 而且都是人挤人的 而且全部都是讲意大利语的游客 连可能法国人英国人都很少吧 对对对 本地人旅游和外来游客旅游 这个消费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像以前那些百货商场的话真的是要排队进去 对 那这次的话包括著名景点像豆手厂那些博物馆什么的 基本上你是买了票就可以马上进去 对 以前旺季的时候特别八月份最起码是排队两个小时 我根本进不去 所以说现在如果能有机会去那边旅游的话 这个体验会相当好 所以先比起来 的确 但是要还是要冒一点风险 毕竟一定要注意防护 就是你现在说出去玩了 但是自身的防护一定要做好 像我们这次出去的话 带了整整两盒大口罩 然后准备了大概有300多张湿纸巾 就我们是到哪都擦东西 然后擦干净了才坐下来 可能其实周围意大利人都看我们 那些很奇怪的倒影额擦 那我们整整用掉了半箱的这个卫生用品 我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就是报道 我觉得还挺有道理 就新年就是现在就是很多人没法出过旅游了 就是说这样的话会省下一笔钱 对不对 这笔钱呢 有些人比如说我买一个Jesky 骑一骑 我买一个月车骑玩一网 但是有很多普通家庭 其实我也不想买这些东西 对不对 也没什么意思 那我那钱要不就顺其房子 所以说是不是好像今年涨价 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还有这个房子不好买也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我倒觉得省下的那点钱的话 跟房价这个比起来 杯水车型 虽然说杯水车型 但是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就是老外 比如说 那确实是 他们可能本身 对 他可能说比如说只要付个15%的 对 首付 但是他想着 哎呀我靠我这今年 我这今年不出于旅游能省下两三万 那我这两三万放到房子里边 对 如果说收入高的话 确实是可以买个小房子的 那所以就是说现在造成这些更需房特别的抢手 尤其是这些低价位的像 因为咱们这期本来不是拍这个房子的 我有一个新商牌的公寓 然后准备去拍照布置什么的 然后有一个人就没有看过房子 什么资料都没有看过 然后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价格 就今天就去验房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拍了 所以说期待下期视频 我们尽量多拍一些 就是说我觉得可负担一些的房子 的确就是说 100万以上的房子 除非像比如说我们留学生 或者是新移民的话 除非是家里就是帮忙 帮一把忙 否则的话 你说这35万守护 哪错得出来 怎么可能错得出来 对 所以说下期节目 期待一下